只要一到假日 60岁的郑明章先生 就会带着他心爱的风筝 到台东海滨公园 享受放风筝的乐趣 这只长达60公尺的龙行风筝 还有比交车还大型的老虎风筝 一放上空中 立刻吸引大批民众 来观赏这场龙生虎斗 很特别啊 很新奇啊 而且很吸睛啊 很多大家都过来看这样 特别醒目啊 从小就对风筝 情有独钟的郑明章 从传统的小型风筝 开始玩到现今大型的各式风筝 他认为只要发挥创意 对于各式各样的物品以及动物 都能做出为妙为俏造型风筝 一般玩风筝的话 都从小一直玩越玩越大 反正有时候你现在光 你现在比如说 你放108节的话 可能下一次你就想放200 放300 因为挑战嘛 一种挑战性啊 越放越大越快 对对对 就会一直变化嘛 船啊 马啊什么都 反正你会一直变化 你看久了 你玩久了你就会一直想变化 反正就是越放 一定越放越大的啦 不可能越放越小啦 对于现在许多小朋友 不懂得如何制作以及放风筝 这名章感到相当可惜 希望各乡镇能开设相关的课程 让这项传统记忆能够传承下去 东台新闻 陈敬业 台东市采访报导